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文鱼》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云龙 我演的是画家 首先你表演的环境就跟舞台是一样 这乐剧写意的东西很美 包括服装 包括整个舞台的色彩 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然后音乐风格的动物画 然后舞台呈现的动物画 对 很有想象力 但是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是花吧 接受奏折 她说完那几句词说 我累了 我要休闲 我在台上哭了 头都不敢打 我就一直在表演 这位是龚老师 美院毕业的 留在杭州对我们军作那么重要 你真以为没你我就唱不了了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是金剧演员 应该是八十年代末 回到新党金剧团 到九十年代 我有印象的时候 两千年左右吧 基本上就演出就很少了 就跟这个故事前的时间也差不多 就是我小时候了 所以也挺有感触 所以到最后特别是 刚才还聊到那个水上戏台的那场戏 首先那个致敬就 黄映度非常高 由于那天天气的原因 非常非常真实 就那场戏如果在那天 再拍一两个小时 可能那个后台就真的塌了 就到处露雨 那天下大雨下特别大 就看出来是特别真实 你在你心里 你跟崔潮在那里 是你所谓的爱情 或者受不了的时候 因为他有真的感情 这是应该我的意思吧 这第一次拍 只能说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你说呈现的有多么好 这不可能可会有多么好 只不过对于我来说 可能勇敢的人脉出了第一步 因为以前也没有人找我拍电影 我从毕业到现在 这么多年一直在演 舞台剧 演音乐剧 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压力很大 这三个人的情感线 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在那里 以这个东西不得不聊的乐剧 因为垂条跟银欣的关系 他俩从那儿是稀巴长大 就整个他们的童年都生活在一起 这种情感基础 就像亲人一样 姐妹一样 她的复杂性在于乐剧的一个行 那是女小生 女小生只有乐剧 那你在台上她俩又是对手 一个扮演男性 一个扮演女性 第三性的复杂性 复杂性在这里 这两个女孩都喜欢一个男人 但是呢 对于《通讯传》来说 垂条可能是更加理想性的 那种情感依靠 那银欣可能是偏现实偏生活 那你心中这种理想的爱情状态是什么样的 理想的爱情 安安稳稳的就挺好 没有什么期待的 理想的爱情是个什么样子 我对待这个比较平淡 没有那么多期 要不让她们借贴借 手拉手在她旁边 相差 有为奇事 以此处长江 一生传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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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上我就没演 我这嗓子整个坏了 我还是走到那儿 我还是蛮有感触的 我看你是贼心不死 儿子为的是射箭江山呢 难道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是花妈接受奏折 老师是真的是 一敬业 二热爱 他传递出来的东西 其实这舞台感觉是像他的人生 我最末长下午我们在走台 走完台 因为有印象最特别深的一个画面 他就看着台上的每一个人 然后他就哭了感动 他就说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艺术家 能陪我在台上演最末的一场演出 就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场演出 我们所有人在台上全都哭了 最后一场戏 他说完那几句词 说我累了 我要休息了 我在台上哭的 头都不敢抬 我就一直在留言 所以跟他能有机会合作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于演员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 因为这门艺术 包括引入于中国院校 没有几年 我上学那会儿 我只知道有四个学校有这个专门 现在应许的产量 就需要演员的量太大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对于做戏的质量来说 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你作品 制的周期不会特别长 所以这也会相当影响一部分的质量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显著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 在制作上多下点工夫吧 我知道市场变好了 其实这对制作工夫 所以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十年前我的梦想就是 我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看这个剧 能做满我的剧场 那十年后 我的那个梦想真的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坚持 三星堆文明 对象太伟大了 我去广海去过好几次 每一次都完全不可思议 特别是刚出土的那个 我就离那个黄金面 就这么近 很简开的不可思议